如果挨揍也有段位 那么诡计之神洛基 绝对称得上是百星王者 同样也是漫威宇宙中 被暴揍次数最多的人物 而且还承担了整个漫威宇宙 为数不多的搞笑担当 众所周知 洛基还有个外号叫姬妹 或者亲切地叫她三公举 这个外号到底从何而来 看完专门为洛基打造的剧集 大家就会对这个外号有所了解 洛基由于扰乱神圣时间线 因此被时间管理局逮捕 时间范一旦被定罪 那只有一个结果 曾经这个狂妄自大的神 当场被吓尿了裤子 探员老莫表示 只要帮他们抓一个时间范 就带他去见时间守护者 说不定会放他回原本的世界 洛基为了自己不被抹除 答应对方成为了临时探员 虽然他成为了探员 但背后依旧印着时间范的标识 与此同时 C20特工小队通过时间门 来到1985年美国的威斯康星 他们根据手中的仪器显示 发现了时间范藏身的帐篷 刚走进漆黑的帐篷 音响里就传出劲爆的music 全副武装的特工立即警戒 突然一直亮着绿光的手指 点在女队长的脖子上 紧接着他眼珠子一律 然后摘下头盔朝着队友走去 他就像中了鞋一般 疯狂地朝着队友攻击 毫无防备的队友相继倒下 就在最后一个队友反抗的时候 突然他再次眼睛一律 然后直直地倒了下去 特工立马查看队友伤势 这时背后却出现一个黑衣人 直接将他送去了西北 黑衣人利用时间仪器 打开了时间之门 并拖走了那个晕倒的女队长 与此同时 时间小姐对新人洛基 进行了相关知识的培训 还没等他培训完 就迎来了首次任务 而这次要抓捕的时间犯 正是另一个版本的洛基 派去抓捕他的特工接连玉玺 可见对方非常的狡猾 并且每次袭击都会拿走时间重置器 貌似他对时间管理局非常了解 老莫认为只有魔法才能打败魔法 打败自己的也只有自己 能抓到洛基的也必须是洛基 所以老莫之前拼尽全力 也要保下眼前这个洛基 由于洛基能以不同形态出现 老莫讲解了不同版本的洛基 但这些洛基早已复发 洛基却认为那些都是低配版 自己才是最高等的那一个 计划一翻后便来到1985年 洛基非常疑惑 既然他们可以操控时间 为什么要穿越到作案之后 老莫表示这个分支还在不断变化 如果提前就会破坏时间的稳定性 因此只能作案后再实行抓捕 众人来到C20小队遇险的地方 所有特工全部倒在地上 那位女队长的尸体却无影无踪 也没有时间犯的踪迹 老莫在现场找到了一盒 完全不属于这个年代的口香糖 毫无头绪的众人 只能重置时间线无功而返 这条支线就这样被彻底抹除 时间犯仍在逍遥法外 他们却监测不到对方的藏身之处 洛基查看自己的所有相关资料 报告上显示诸神的黄昏 七级末日导致阿斯加德文明毁灭 但却未检测到时间犯的能量波动 洛基拿着报告找到老莫 他表示时间管理局有漏洞 当一个世界即将毁灭的时候 不管在那里做什么不该做的事 都不会被时间管理局检测到 毕竟这一切都将毁灭 时间犯造成的影响 也会随着末日全部抹除 为了验证这一点 两人来到公元79年的旁贝 因为这里马上就会被火山吞噬 洛基在这个末日时间里 做着种种破坏时间线的事 果不其然 随便洛基怎么疯狂 时间一气都没有任何波动 虽然洛基这个大聪明 提供了一条重要线索 但仅凭这点也无法找到时间犯 因为自然灾难的末日 少说也有几百万个 老莫突然想起犯罪现场留下的口香糖 两人日夜不停地查询资料 最终发现这种糖 生产于2047至2050年的阿拉巴马州 恰巧2050年那里发生了一场飓风 而这场灾难会导致所有人丧生 出发前黑妹做了简单的介绍 表示那是高达时级的末日 务必让大家小心警惕 如果一旦发现时间犯 就立即抹除 全员通过时间门穿越来的 2050年的阿拉巴马州 众人冒着狂风暴雨 朝着居民避难的超市走去 洛基进入超市后 便立马利用魔法把自己烘干 由于黑妹不相信洛基 坚持要与洛基一组 殊不知他们的一举一动 都在时间犯的监视之中 黑妹与洛基在超市搜索的时候 发现了一个可疑的男人 男人见到黑妹赶紧举起手来 表示自己只是想买盆栽 末日来买盆栽实在可疑 黑妹怀疑对方就是时间犯 于是上前准备将其带 洛基一眼就洞穿了对方的把戏 就在这时一个男人走了过来 时间犯趁机又换了副身体 洛基说出了自己真正的计划 他要对方当自己的副手 合作推翻时间守护者 共同统治时间管理局 当对方听到副手三个字时 直接残忍地拒绝了洛基 与此同时 老莫找到了被掳的女队长 他貌似神志有些不轻 不停地说着 这是真的 我想回家 就在老莫以为他疯了的时候 他却突然清醒了过来 表示自己把时间守护者的位置 以及如何见到时间守护者 全部都告诉了时间犯 另一边的洛基仍在游说对方 表示自己才是最高等的洛基 与自己合作才是最佳选择 但对方根本不搭理这个话 一场超市到处摆放了时间重制器 就在他猛逼的时候 突然被一个壮汉一脚踹翻 接着又是被一通暴走 等他再次起身的时候 对方却叫他做好等死的准备 然后一阵怪笑便倒在了地上 紧接着一个黑衣人朝他走来 当对方解开斗篷洛基才发现 对方竟是一个女版洛基 此时的计时器已经归零 铺天盖地的重制器也随之起 无数重制器通过时间门 传送到了神圣时间线上 如果用专业人师的话来说 就是姬妹爆破了神圣时间线 时间管理局顿时不知所措 管理局所有队员倾巢而出 姬妹再次开启了一扇时间门 朝着洛基挥了挥手便走了进去 洛基见这么好的机会 自然也想趁机逃离 洛基与姬妹到底逃去了哪里 时间管理局又将如何应对 更多精彩敬请期待下集